新北市不是在推广这个休闲观光渔港吗 结果现在呢却被人投诉说又臭又脏是要怎么推广啊 根本就是大型垃圾桶 我们实际就走一趟这个野柳渔港 结果调客们反映说的确啊 这个海港的海洋环境被弄得相当的脏乱 鱼摊饭仔细整理新鲜鱼货为招染客人 门面当然要维持 不过却有民众投诉 每回走到岸边 时常会发现平平灌灌的漂流物 让宽广的海港瞬间成了垃圾场 这些新北市的野柳渔港 看起来环境还算不错 不过却有业者反应呢 有时候会看到鱼工跟钓鱼的钓客 来这边乱丢垃圾 干湖那边就是常常钓白大鱼 它免得钓白大鱼用的塑料袋什么 都随便乱丢那边干湖那边 就拿布啦什么啊 什么东西 必要的东西都缓闹丢嘛 我们的干湖丢嘛 相当的多嘛 钓客来钓鱼却不把垃圾带走 也难怪会惹来批评 新北市政府推动观光渔港 30个渔港就有4个被点名 甚至已贩售海产著名的腐籍渔港 观光客陆客频繁的野柳渔港 和水南龟吼渔港都被批评 环境脏乱不堪 水面和岸边常常都有垃圾出现 形同垃圾场 他们自己垃圾都会带走 一般中他们在地人 在地人 因为他们有请一些外劳渔工 所以不乱丢 我们现在就是说跟各个渔会 有在强调就是说 希望在清洁频度的部分 能够再加强 尤其是针对比较观光地点 比如说沿流 龟吼这一块 新北约出强调会再加强取缔 不过根据渔港法 如果民众在海港乱丢垃圾 被抓到可能就会被处以 3到15万元的罚还 爱无海洋环境源源有责 民众千万别以身处罚 破坏海洋生态 追选章 凡战友们台北 陈宝岛 在海洋生态里面有责选章 在海洋生态里面有责选章